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是想要 零基礎的去韓國學韓文家體驗一個月的話 千萬不要這麼做 哈哈哈 Annyeong 我是Mira 為了讓喜歡旅遊、喜歡韓國的小蜜蜂們 可以有一個更加即時交流機會 那我就開了一個Facebook的社團 叫做Mira與蜜蜂兵團一起玩韓國 那大家就可以在社團裡 分享你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你們推薦的景點 或者你們覺得好吃的食物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而我本人都會在社團裡和大家交流 那更加都有不定期的社團限定小福來送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快點過來我的社團玩啦 Annyeong 我是Mira 然後今天呢有我的 Gini在旁邊 我來到台灣了 然後我們剛剛拍了一個美肌集的節目 叫做整組換掉 然後我剛剛就是被他整組換掉了 但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對對對 因為不想破梗 所以想要看我換掉之後是什麼樣子的話 去Gini的頻道看 在這個影片就是想要講一下 因為Gini之前在韓國也生活過一段日子嘛 對一個月的日子 對可是 然後因為其實我有很多一些我的觀眾 就其實很好奇在韓國的生活是怎樣的 因為我是生活了幾年 對我來說短期生活的那種感覺 其實說真的有點忘掉 對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你已經在這裡面了 你沒有辦法知道有什麼驚喜的感覺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想要問你 就是你在韓國住了一個月啊 你是有什麼感覺 可能一開始你想為什麼想要去韓國 應該說我很喜歡韓國的 例如流行文化 天氣 食物 所以我就覺得 我好想要去韓國生活一小段的時間 然後我很想在那裡學韓文 我想要知道跟台灣學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哦 你本來在台灣學韓文了 我有學韓文 有一個很基礎的 然後我想說我很想去韓國生活加學習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只是一小段時間呢 我離不開我家的狗 哦 對 而且我會很想家 我很容易想家 可能你的狀況就剛好 比如說離職了 對 或是剛好唸完書畢業 然後他們可能有一個小小段時間 對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也好 可能有些人會好奇 哦 到底我應不應該花這個時間 或是金錢去韓國去居住呢 我覺得一個月超剛好 超剛好了 先講我是一個容易想家的人 然後狗狗又在台灣 我不可能長久居住在外面 我離不開我家的狗 我覺得不管是金錢 開銷也是一個大問題 住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大概費用你花了多少 如果你像雨學堂的話 我去離大上 大概2萬出頭 其實學費不貴 住的話 因為我跟我朋友太慢住宿了 然後我們又想要就是 房間分開 有廚房 距離要超級好 每天花那個交通費很貴啊 所以我住的是一個很好的位子 在宏大附近 我們兩個人加起來是 台幣快要3萬多塊4萬 再來是吃 折合台幣想吃一碗很普通的麵 折合台幣就快200塊了 嗯 真的 很貴 那你想說自己煮 自己煮也是要花錢啊 好那吃學校的 吃學校真的便宜 但是可能一個飯糰 台幣70 那個飯糰又不是每天都有 對不可能每天吃而且 對 那個金額會讓我覺得一個月這麼剛好 還有就是可能不太習慣那邊的 也不是說自己不習慣 畢竟我語言不通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是想要 零基礎的去韓國學韓文加體驗一個月的話 千萬不要這麼多 就是我沒有好好的先打好一個很硬的基礎再去 我就是這樣斷斷續續的學 我的確會講的出唸的出來行 我也稍微就是寫的還OK這樣 我以為這樣應該差不多 但我覺得不夠 我也以為是好 你的目的是要體驗生活加學習 如果你們是想要當度假 那當然不用管語言啦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就是想度假 又想要學會語言 如果你是完全零基礎 你連那個發音都不會的話 千萬不要去 如果你是完全度假的話是沒問題的 這個語不語言 這其實沒關 你溝通得到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是微禁修這樣子的話 零基礎可能真的 也其實沒有辦法學到什麼 因為生活上很多東西你去管 沒有辦法把那個心思放在學習中 對 而且加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我們班上 語學長的班上就有一兩個 他是連發音都不會的 連那個字母他都不會寫 我也看不會讀 然後他也跟老師說 我來就是因為我想要學 他完全跟不上 我是唸初階喔 我是唸初級第一級 什麼都不會的那個人 就是要唸第一級 我是被分到 我考完試之後被分到那第一級 可是我有發現 第一級那個班裡面啊 其實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基礎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們剛剛就是看到他太可愛了 好可愛喔 這是軟的嗎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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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我養的是這樣子 一隻醬的他就 好可愛喔 我剛才這樣 裝鎮定 不行他是不是太吸睛了 好 然後 其中一兩個人他是 完全不會念的 那他就跟不上啊 然後老師又想說 蛤 喔 只有你們兩個不會 其他人都會 只有你們兩個不會 好沒關係 那還是播出了一節課的時間 從發音開始 可是只有一節課的時間 哪可以立刻學完發音啊 我希望啦 我自己可以把初級學到很好 很完整再去會更好 其實他之前來的時候 我有跟他說 你其實可以要求老師 幫你分到高一級的班去 我不知道你的程度是 對阿 搞不好我到上 所以搞不好你就很辛苦 就像那兩個學生一樣 對對對 所以也不知道 應不應該這樣子做 因為我看到其他學生 也跟我一樣就是 蛤 他想要被分到更高的 他為什麼是在初級這樣 他有去問老師 然後老師就跟他說 因為他們就是希望 可以把大家的那個基礎 是教到很好很硬很完整的 我就可以理解 因為我後來我上到最後面 我真的覺得 對 我就是要待在哪一集 其實我覺得你光是看YouTube 其實也可以學到很多基礎 對阿 也是可以學到基礎 其實不用花錢的 就是有那個心 然後每天播一點時間出來 其實你就可以大概掌握到那些基礎 然後如果說是什麼生活 生活驚喜 我住在韓國 那個天氣真的舒服 對 因為台灣比較濕嘛 你會覺得你在韓國的那個空氣 就是 哇 好乾爽 我那時候是3月 3月差很多有沒有 跟台灣 我跟你講3、4月的韓國真的冷到不行 對 很冷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只要去一個月的話 你們就選一個季節去 譬如說櫻花季 滑雪季 你們就是要去體驗那些 台灣體驗不到的一些 當然台灣也有櫻花啦 只是說那個韓國櫻花我真的 對 我看到櫻花的很完整 然後又這麼茂密的樣子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漂亮的櫻花 對 可是我覺得盡量不要挑夏天 為什麼 因為熱啊 而且現在韓國的夏天 7月8月大概 有一年是高達40度 然後今年 今年沒有那麼熱 可是還是熱 可是我覺得韓國的熱 跟台灣的熱不一樣 韓國的熱也是乾的 可是你就感覺好像你去那個 你去悶那個很乾的那個感覺 然後你頭還是會痛 你來體驗一個月的話 你不可能不出門啊 一定要每天出門喔 可是你每天這樣子 三十幾度的高溫之下 你在外面 你很痛苦 就如果你不想穿太多 太冷或是太熱 我覺得秋天真的 9月嗎 9月十月來的時候 然後天氣就涼涼的 舒服 然後你雖然還沒有風葉看 可是你可以去不同地方的旅行 你心裡面覺得舒服 你去旅行就會開心 你出門就會開心 對啊 還有講的就是 因為你上的是下午課 我不確定是每一個學校都是 應該有一些是上課的 我覺得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選上課 因為你下午課 其實你任何東西都會卡掉 就是你早上想去那裡 欸也不能太遠 你晚上 欸也不能太遠 對對對 又太晚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下午課蠻可惜的 可是就會變成我會逼自己一定要早起 早上我要做點什麼 才不會浪費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韓國也沒有很多地方是開很早 可能都是開十點 就會抓時間去咖啡廳 還有就是我覺得韓國人都很 很多很冷漠 讓我好想回家 吃飯 地鐵啊 地鐵啊 賺公車啊 怎麼會這樣催你 說得很兇 那是兇什麼啊 有一次呢 那是我的那個Temani 錢不夠了 逼公車 然後我沒有逼過我不曉得 那時候我剛第一次 我不知道我裡面沒錢了 我就逼沒有錢了 然後我就往座位上面走 然後司機就整個抓狂 講了一堆韓文 我想說 怎麼了不是逼了嗎 然後我再逼一次 還有 我想說什麼意思 我就看著那個螢幕 想說是不是沒錢了 我就這樣盯著看 我準備掏錢 有旁邊那個乘客就比較好心 就是用英文跟我說 你沒有錢 你要補錢給他 我說好 然後我就一直跟那個司機說 這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真的有發現 公車上面的司機 是一半一半 我覺得運氣問題 運氣啦 有些人很好的 然後公車上的所有人都在看 我想說 就沒錢 我就是補錢嘛 你看我那麼兇啊 然後我就補完錢 就沒事了 所以短短的一個月 你覺得 你會想要再待嗎 其實我反而心態會是 不要60天不要一年 我就想要30天 好我再回台灣存錢 再去30天 喔 我覺得這樣我很滿足這樣 就大概一個月是開心 對 就是你覺得開心與不開心的比例 有多少 喔 我想一下喔 如果說 就是你的意思說 如果我在台灣就是五千塊 我要不要再在韓國待久一點 對對對 不要 我想吃台灣的滷肉飯 我想吃台灣的便當 我想吃台灣的青菜 那種感覺 可能我個性就是比較容易想念家 或是想念原本的人事物這樣 還有朋友 對 我跟我是一個很愛講話的人 然後突然就是沒中文可以講了 欸 怪怪的 而且你看我這次去一個月 我也是朋友跟著我去的啊 我覺得體驗到很多 譬如說在那裡生活 享受那邊的天氣 食物 然後逛街 因為那邊好好逛 可是前提是 對 你是先要首先這個地方 還是你覺得不認識這個地方 也可以去嘗試住一住呢 或者是 以前去過旅行 可是也沒有特別說 很喜歡韓國的什麼什麼什麼 可能要挑一個地方去休息 因為居住還包含著 例如說 我剛才說天氣什麼的 那我覺得是適合的 吃好吃 天氣很舒服 重點是交通不會不變 可是一開始可能就會 會慌 會罵之類的 對 就像我這樣 前提的廚師好喔 我就可以問一下 韓國人也好或是朋友 就是 稍微交一下你怎麼去坐公車 對 你就會覺得那邊交通真方便 那如果你是去那種超級荒郊以外 也不是不行啦 可是你這樣就 沒辦法去市區體驗那個 在地人文的那種感覺啊 因為如果說跟日本比的話 還是我還是喜歡韓國 我是沒有在日本生活過那麼久啊 對 我們兩個很奇怪 我們都沒有在日本長時間生活過的經驗 就旅行去很多 就是還是比較喜歡韓國 我一開始也是 我就是個人的喜好 如果我有錢我可能去美國啊 對啊 就像一個月 欸美國太貴了 太貴了 太貴了 而且飛過去有十幾個小時 好累 所以你看喔 飛的時間 對 才三個小時兩個多小時 對 整個算下來 韓國 對 就會這樣 對 所以我推薦就是如果你想學韓文 你有想去那邊體驗什麼 那就去一個月 很棒 以上就是我們的個人意見啦 就是跟大家做個分享 小小的分享啦 如果你想做的話你就去做 萬一以後沒有機會的話你就會後悔啊 所以就是想做也有難力做的時候 就建議大家去做囉 好喔 好那今天這個分享就到這邊囉 然後記得按個訂閱按個讚 然後記得要看Gini的整組換掉 Mira被換掉的樣子 趕快來看 這個很好看 這個很好看 我很喜歡 然後 好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耶